乌克兰的武器数量虽然是不足俄罗斯 但这次成功反转劣势 利用这些反坦克飞弹 真的是打爆俄罗斯的坦克大军 另外在空军的部分 乌克兰的空军战机数量也是远不及俄罗斯 但是他们就说了我们不是吃素的 虽然俄军的驾驶机种能够在更远的距离发射飞弹 不过乌军他们也的确成功运用了一些战术 他们曾经在空中说三架对上24架的俄国战机 那他们是如何反转这样的劣势 近期我们发现乌克兰空军现在还存在 而且还能有效接战 这个让大家跌破眼镜 因为大家普遍认为俄罗斯在前几周的攻击里面 已经把乌克兰的空军和防空体系大量破坏 而且基本上瘫痪掉 但我们从最新公布的乌克兰空军接战的相关的讯息知道 他们利用有限的存活的设施 进行一个快速接敌 快速反应 他们其实真的很灵活 乌克兰的空军力受到大规模破坏 很多跑道也破损 但他利用残存的 可以用的 包括跑道和滑行道 快速进行 好像你说高速公路也可以利用 对 像我们战备道一样 也有利用这些公路设施 进行一个起降 让整个你的空军化整为零 能够进行有效接战 但我们必须要讲到 这个讲起来好像很容易 事实上它是一个teamwork 为什么呢 飞行员很厉害 很帅 战功高 但是空战出英雄 这个地勤一半功 你没有地勤人员辅助你 加油挂弹 然后引导你上跑道 引导升空 其实飞行员是发挥不了战力 对那另外你战斗机升空 你没有战管人员地面管制 你如何确保你空中的敌情状况 还有的目标在哪 因此这是一个环环相扣 这个部分我们就要给乌克兰空军按赛 就是他利用这个 就是有效灵活的接敌 而且他可能是这个2010年 乌冬冲突以后 他具体之前的这个教训 他采用相对比较灵活这种弹性反应的机制 至于什么机制 我认为像北约和美国最近演练一种战术 很值得大家思考一下 美国怎么演练 他目前采取一个叫做敏捷战斗部署 这几年在印太地区在欧洲 他经常进行这样的演练 比如就我们台湾周边一些岛屿 我们知道日本西南出道很多 美国就演练 我的F-22 F-35或者F-15 我到一些小的离岛机场降落 但是我美国空军的运输机 我事先把加油挂弹的基本设施 还有那种燃料设施 全部部署到当地 那个飞机降落以后 你在热加油的状况 就是我发动机不熄火 我立刻加油 然后加碗油以后 立刻升空进行一个接战 这是欧美国家空军 目前正在兴起一个新的演练战法 其实它的战法很容易联想 那在印太就是对付中国大陆 在欧洲就是对付俄罗斯 但是现在对于乌克兰来说 他们显然是非常困窘的一个局面 对 他说三架对上24架 这到底要怎么打 对 所以他就说 24架几乎都是俄罗斯的空用 那三架要怎么办 所以他必须要展现很好的灵活 比如说升空以后 你要最短的时间 根据地上地面引导战的引导 在你的空域里面进行接敌 你打完以后你可能要降落 为什么 因为这个他也说得很清楚 我的战斗机虽然和俄罗斯空军 细数同源 我是苏27 人家苏30 苏35 都是同一家族 但我是二三十年前的老 老飞机了 对 我的雷达电子系统 通讯都不如人 所以你必须要快速接敌 然后赶快脱离战场 找安全的地方 可以什么 诱敌深入 让他进入那个 飞弹的那个射程范围 而且对乌克兰空军比较有利 就是战场在我家 我还有残存的防空系统 可以试机进行一个伏击 因此二军的战斗机 要攻击他 他可能冒个风险 我被残存的乌克兰防空飞弹 甚至刺针飞弹 我伏击你 打击你 来个措手不及 这或许是可以解释 乌克兰空军为什么还能 在这么恶劣的状况下 持续接战